這堂課是我們 賈玉俊 張英文老師 我們用熱烈的掌聲邀請 謝謝 各位參加資金訓練的同心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很高興 今天在這裡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這個內容 這個題目叫做ROC的選票 我們的TCG的身份證 這兩個有一個對比 有一個對比 其實主要目的就是要讓大家了解說 到底在ROC裡面這個體制 去參加他的投票 到底有改變後有什麼東西 我們的TCG的ID卡 為什麼那麼重要 為什麼有辦法透過這個新聞證 就好像一支收視一樣 可以解開 加在台灣的這個假設 我們來看這個投影片 這個 大家有印象嗎 沒有 那也剛好今天 剛才他們立方政府在辦選舉 這張選票就是 那時候 李登輝 在選 總統的 1996年的總統的選票 這張選票 到底那麼多台灣人 去跟他投票後 有改變後 什麼台灣的現狀嗎 沒有 沒有 但是很多台灣人 都認為說 選舉就是要把他選給贏 這樣台灣人 這樣台灣人 才有辦法把他這個體制 把他翻倒過來 但是 這樣 這樣 我們落入縮縮 讓大家來看一下 就是說 在ROC裡面的這個投票 有辦法改變什麼 來 我們大家緊張來看 這個 1996年 李登輝 他就任劉夢政府 這個總統的一尊 他的演說內容 讓大家稍微看一下 來 他在這裡 他說 今天 2130萬同胞 正式邁進 主權在明 重點 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主權在明 就是有辦法改變台灣的 國際地位和改變台灣的 這個主權現況 所以一直在用 主權在明 這個概念 再來 他講 從此 統治國家的權力 屬於人全體 不是個人 是靜動 這是自由一致的重複發揮 是主權在明的 完全落實 其實說簡單的 主權在明 其實他無法去處理到 國家最高權 最高權的那個 那個層次 那個層次 主權在明 其實說簡單的 其實就是一個 說 我們 都總是 讓人管理的人 我們是被管理的人 我們被管理的人 透過一種 我們的 我們的 導表的行為 去選一個 來把我們管理的代表 那個代表 他就有這個管理 所以主權在明 其實說比較簡單 其實他就是這個意思而已 好 大家看 再來 他說要經濟發展 要經濟發展 跟政治民主 一定要有發展經濟 發展經濟 再來的過程就是 要 以至於 要 未來國家 統一的過程中 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在這裡你就看到 那個時候 他就開始說 未來國家統一的 的 的那個 的那個過程 所以 你看看 這個 已經第一次開始講 國家統一了 好 再來 中國民國本來就是一個 主權國家 台下兩岸沒有民主 跟文化認同的問題 這時候跟制度跟生活的競爭 在這裡 李登輝他強調 根本沒有可能 採行所謂的台獨路線 這 紅色的日 待會兒給大家 匯證一下 你看看 他的這個 演講的內容 他講的 他重點講到幾個要 要點 再來 四十年來 海峽兩岸 因為 歷史的因素 分 隔海分治 都是事實 但是呢 海峽雙方都以 追求國家統一的目的 這也是屬性 說民主政府 他在這篇 這個演講書裡面 他是不是有透露了 一個訊息 他說 海峽兩岸的 中國人 都主張什麼 統一 都主張統一 好 後來 他就是 要存統求益 再來 才能解決 國家統一的問題 再一次 李登輝 他又強調了 統一的問題 來 李廷毅 深信 二十一世紀 中國人 必能完成 和平統一的 歷史大業 這樣 大家看 回憶一下 之前 他的這些 演講的內容 你有感覺 很害怕嗎 你覺得很害怕嗎 以前 都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現在 再三次讓大家看 那時候 你會說 他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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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我們會整 1912年5月20 他的演講書裡面的內容 他的重點 其實講到這幾項而已 第一 要準照 中華民國的體制 這個體制 是不會改變 第二 兩岸都要統一 他就是什麼 他也內心 就信奉一個 叫做 一個中國的政策 一個中國政策 再來 還有一項 他當 流行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會維持 台海的現狀 這叫做 維持現狀 還有另外一個 他有說到嗎 不會搞台獨 他不會台獨 這就是 他的演講書裡面的一個重點 待會兒我們再給你看一下 一直到 2000年 跟阿扁去做總統的人 你看 這個阿扁 知道我們自己的 我們一般人的感情上 都是不是一位說 李政輝跟阿扁 都是我們台灣人 對不對 對啊 甚至說最近的候補村 他也說李登輝是什麼 黃明 柯文哲也是黃明的後裔 對不對 所以李登輝他是黃明 陳水扁在我們的感情上 一般人都是說 他是台灣之子 我們台灣小孩 但是台灣小孩去集 他們流行中華民國的政府 他的演講書裡面是怎樣 我們給大家看看 在這裡你看 個人深切了解 政黨輪替 政權和平轉移的意義 絕對不只是換人換黨 的人事更替 重要 更不是改朝換代 所以說一般 一般立贏的 還是說台灣牌 常常在說 算紀就要把他選到贏 台灣牌的選到贏 就要把他翻過 但是阿扁 是不是 也是代表本土牌 對不對 他自己說 說得很明白 絕對不是改朝換代 來 愛家 權力移轉是透過民主的程序 把國家和政府的權力交給人民 這又跟李登輝剛才說的 人民主權 主權在民那個概念 他又在這邊再把他講一次 意思說 投票這種行為 其實就是一種 人民主權的表現 但是人民主權 絕對沒有辦法去 改變國家主權 層次的問題 來 再來 他繼續說 海峽兩岸人民 源自相通血源 又來了 跟李登輝講的 是不是又很像 文化歷史背景又一樣 他也是要怎樣 他最後他還是要處理 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 當然阿扁在這裡 他說比較保守 但是這個雖然是保守 但是他本質有沒有改變 他還是要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 對不對 再來 他繼續說 身為民選的 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怎麼自當各尊憲法 他要遵守什麼 他要遵守中華民國的憲法 最後就是這個 我們靠印象的 在這裡有名的 叫做四步一沒有 四步一沒有 就是說 只要全體是中共無意對台動武 他就不會改國號 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 不會改變現狀的統一公投 也沒有廢除國統剛連到國統會的問題 我們來看 這個 這個前提 正確 其實不太正確 兩岸中國人其實都會主張和平統一 中共他不會對台動武 他其實他不會對台動武 他動武的話我們大家都知道 台灣人在美國軍事佔領中 就是像和平條約 美國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保衛台灣 其實是美國根據建政法 他的義務 所以中國會不會對台動武 他如果對台動武 他其實就是對誰動武 他就是對美國 所以說 這個前提升了之後 他就開始說不宣布獨立 是不是不搞台獨 不更改國號 中華民國的體制會不會改變 不會 會不會推動兩國論入線 會不會變成一中一台 兩個中國 不會 會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 也不會 他不會把中華民國 離開中國 也不會把台灣獨立出去 對不對 最後他要講一個 沒有廢除國統剛連到國統會的問題 這是什麼意思 這就是他要堅持將來一定要統一 就是這個意思 你如果看陳偉平的舊子演說 你看我們要整理一下 他是不是要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這個憲法體制會不會改變 不會 你看他是不是要講要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 他不會會除國統會 國統會就是兩岸統一 對不對 是不是 事不亦沒有 其實就是維持現狀 他不會入線 對不對 不會 不會統獨公投 不會不會把那個台獨路線 兩個中國的路線 所以他也不搞台獨 你跟他對照一下李登輝 他的公法 是不是又完成又一樣 對不對 要完全一樣了 好 我再看 陳水平2004年 一個動算 好 動算 一樣 但是他這次 他就稍微暴衝一些 他暴衝說他要修憲 但是他修憲了一陣 他還有說 阿扁也深切的了解 涉及國家主權領土及統獨問題 在目前台灣社會尚未形成 絕大多數的共識 所以他明確說 不宜在修憲的議題裡面 範圍裡面 所以說雖然他要去修改那個憲法 但是這些東西會不會改變 也不會改變 他現在是要遵循憲法徵修條文 如果看過中華民國的憲法徵修條文 他有一個前提 他的前提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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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應應未來國家統一的需要 所以他雖然是修憲 但是他的前提就是放在那裡 中華民國就是要到未來 他們中華民國那邊要去統一 那邊他講的 所以直接看是不是又有 維持現狀的那種感覺 對不對 不會去改變 不會去動中華民國的體制 再來你看 他也可以體會一個中國的原則 對不對 他也是不能背離 好 再來 他又說過去四年沒有改變的 未來四年也不會改變 所以他四步一沒有 四步一沒有 四步繼續維持下去 他不會改變這個概念 好 這樣兩千空四年了 再來 我們給他匯證一下 中華民國體制 透過選票會改變嗎 不會改變 一個中國的政策會不會改變 也不會改變 兩岸最後終究要和平統一 會不會改變 不會改變 維持現狀 對不對 仍然是維持現狀 而且不會台獨 不會台獨 你看 旁邊下一個媽媽 媽英九九台 2008年 2008年的媽英九 他就說 在這裡 他就是說不同 不獨 不武 而且這邊是難得的歷史機遇 所以他不同 不獨 不武 他要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 維持台海的現狀 跟剛才說的 是不是又很像了 一中各表 九二共識 這就是一個中國 這就是承認一個中國 你看看 所以2008年 馬英九也就講說 他 他宣示的也是這幾個要點 第一個 他要遵守中華民國體制 會不會改變 不會改變 一個中國 他要繼續維持 將來兩岸要和平統一 對不對 他要維持現狀 也是怎樣 不台獨 你看看 2012年 他 他還繼續做完 他在做完 他一樣 兩岸政策 必須在中華民國憲法 照顧下 是不是又是在 又要抱著那一部憲法 對不對 會改變嗎 不會改變 維持台海 不同不獨步 他再說一遍 再來 九二共識一中國表 這就是一個中國 而且他一直在那裡說 20年來 兩岸的憲法定位 就是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 歷經三位總統從未改變 馬英九已經把 結論講出來 台灣人去參加中華民國的選舉 歷經的三位總統 都沒有改變過 這些 這些基本概念 所以我們會成給大家看一下 來 2012 馬英九正台 他就之前說 是不是又堅持中華民國體制 一個中國 兩岸和平統一 維持現狀 不台獨 你看看 重點嗎 是李登輝 陳水平馬英九以來 完全一樣 這個 黃明 對不對 台灣人 對不對 所以台灣人去當選 中華民國聯邦政府的領導人 有辦法改變台灣的現狀嗎 沒有辦法 他可能在中華民國的體制裡面 繼續運作他們的體制而已 然後中華民國 他有他的 他有他的 他的身份 他沒有辦法預約那些身份 所以完全都一樣 所以台灣人去參加 他就留望台灣民國政府的交票 有改變人的什麼 台灣的現狀嗎 沒有辦法改變 沒有辦法改變 在這裡 你就看他的新聞裡面 最最近的新聞 他就說 台獨無意兩岸交流 國民黨不會推台獨 意思說 中國人不會推台獨 台獨無意兩岸交流 他如果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交往的時候 他不可能去台獨 其實他的台獨的意思 其實看見台灣的領導範圍裡面 其實還合兩個中國的領導 就是什麼領導 金門跟媽祖 所以金門跟媽祖 他如果把他統稱做 跟台灣澎湖統稱為台灣的話 他把他獨立輸去 這樣感到他們的一個中國政策 和平統一 會不會衝突 會啊 會衝突啊 所以 他再把這些再重申一次啊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 這說給誰聽的 這說給台灣人聽的啦 那些 不了解說 因為自己沒有國家的 要吃這個動作自己的國家 這要說給台灣人聽的 這在灌米湯 所以說沒有一個國家 是宣布兩次獨立的嘛 對不對 這就講給台灣人聽的啦 這就是中國人 不會辱張台獨啦 也不會一中一台 來 大家看 但是呢 這些學院領袖 看起來資質都不錯嘛 學問也不錯 收集也很好 但是呢 他們的認知呢 他會走去美國 國會記者會俱樂部裡面 去叫美國要改變一個中國的政策 自1996年以來 李廷緯動選項劉盟 中國民國政府 歷經阿扁馬英九 這樣這麼多年了 二十幾年來 一個中國政策 一直是不會改變的 美國也不會改變啊 但是這些孩子 為什麼要去改變這個 是不是他就是把 中華民國當作 都是自己的國家 對不對 所以他害怕跟兌換統一嘛 他怕說去那裡的那個制度影響到 所以這個認知 這認知對我們台灣人來講 是一種傷害 是一種傷害 我們會走不出去 我們會繼續被這個枷鎖這樣 撞掉 來 鮑威爾 你也怎麼說過 只有一個中國 這就是美國所堅持的一個中國的政策 台灣 台灣不是獨立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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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台灣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作為一個 nation 台灣沒有 sovereignty 這句的意思就是這樣 他說nation 他不是說state 在中華民國 他們把我們的教育裡面 我們是不是經常都會把國家 這個民宿 把他用很多英語 其實都用作一樣的反應 譬如說country nation state 對不對 在中華的反應裡面 這裡都是完全都是國家 但是在英語裡面 country nation state 這是不一樣意涵的代表 代表的民宿啊 nation 沒有三萬體 state 這裡有三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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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一個中國 台灣不是獨立的 這是美國一直以來的政策 而且是他們堅定的政策 所以他們去美國 那些學業領袖 去美國開記者會 叫美國改變一個中國政策 那會不會改變 美國會改變嗎 不會改變 因為美國知道很清楚 台灣的真實地位是什麼 這就是鮑威爾 他專訪的那個時候的 的時空背景 那時候就是 04年 10月25日 他去中國的北京訪問 那時候的鳳凰衛士 把鮑威爾做一個專訪 那他專訪 他主要的內容就是 最近中國有點不安 因為 台灣一直說 我們不需要宣布獨立 因為他們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還有26個國家 自己的信心 他的背景就是這樣 這是2004年 2004年 台灣民國 劉鳳總統 什麼人在做 阿彬 阿彬那時候 是不是在那邊 在衝撞美國 對不對 他一直在講著 他一直在宣示 台灣有主權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但是 鮑威爾 一直去訪問的時候 都跟他打招 就跟他講得很白 不是 所以這是他那時候 訪問的背景 他講那句話的背景 來 我們這裡 剛才歷任的 剛才三個流氓的 中華民國的總統 都共20幾年 你看阿彬的演講稿 和李林福利的演講稿 裡面都有說到一個概念 叫做主權在明 就是人民主權 這在演藝裡面 它叫做 popular sovereignty 其實 popular sovereignty 剛才我已經有說到 它是一種概念 這種概念就是說 the principle that the authority of the government is created and sustained by the consent of its people 這個政府的權威 是來自於人民的同意 人民的同意 through their elected representative 透過這些人民同意 投票選擇他們的代表 who are the source of all political powers 他們才是所有政治上 權力的來源 所以說主權在明 意思是說 那個國政府 管理人民的那個管理來源 是在人民的心上 人民呢 放棄自己一些自由 選一些代表 做成一個政府 讓政府來把我們管 他其實就是講這件事情而已 你看他這個概念裡面 有說到這個政府對外的問題 沒有 所以剛才有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說人民主權 他沒有辦法去改革國家主權的 那個level的事情 所以說大家 要可以理解 要可以理解 來 剛才有說到 國家主權 國家主權 他在營業裡面 叫做state sovereignty 他這個state sovereignty 他有四個要首 一個要首叫做territory 就是要有領土 這以前的中國民國的教科主 有給我們教 領土 還有一個population 要有人民嘛 對不對 要有自己的人民嘛 要有authorities 他跟我們說是政府 那個政府 其實本身 他要有一些權威 這些權威 這些權威 他有一個 最至高無上的權利 不受外國的勢力的影響 他也不用受到外國的政府的關節 這個他才擁有authority 對來 他就是一個 行使這片土地上面的最高權利者 但是呢 雖然你有authority 但是你覺得對我 和其他各國 正常往來 這就要考慮到 recognition 這就要考慮到說 你這個政府 有人民 有土地 還有政府的authority 但是你這個 這三個要件裡面 所有三星出來 要對我和其他國家 往來的時候 你要讓其他的主權國家 跟你信任 要承認 你如果不被承認 你擁有state sovereignty嗎 沒有 所以說剛才鮑威爾他在說 台灣不是獨立的 他作為一個nation 他沒有擁有主權 因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被承認 我們看新台灣論 也就是說台灣戰勝史回憶裡面 很多種 歷史資料都已經顯示出來 台灣甚至是中華民國 都沒有被國家 其他的主權國家承認 所以說你看看 台灣可以交一任國 不可以 因為他沒有 國家的主權 對不對 他沒有state的主權 所以他不會被承認 所以透過這個公法 我們可以理解 包括他在說什麼 這樣就比較清楚了 好啊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常常想說 他可以去投票 所以說 我們是國家的主人 我們這個概念裡面 其實是籠統跟模糊的 其實如果在一般 世界各國正常的國家裡面 國民跟公民 其實他們是不一樣的概念 這在英語裡面 他叫做公民的話 叫做citizen citizen 他的意思是怎樣 a native or naturalized person 就是說本土的 或是規劃的 本土或規劃 因為規劃的人 who owes allegiance to a government and is entitled to protection from it 這怎樣 你要是本土的 要有規劃過 然後你要對於那個政府要效忠 你要你付出你的效忠 你因為你付出你的效忠和服從 然後你可以得到這個政府給你一個保護 把你的保護 請問一下 中華民國有發公民證給你 沒有 他敢發給你 他敢發給你 他不敢發給你 因為你不是他的citizen 好 再來 他還有一個 這個概念 One owing allegiance to a state in which sovereign power is retained by the people and sharing in the political rights of those people 除了說這些人民規劃過的或是他是本土的 順從還是說這個效忠這個政府 取得他的對我們的保護以外 他這個這個citizen 也讓透過人民主權的概念 他可以去選擇 來管理他的政府 選一個代表出來灌亡 所以說 sovereign power is retained by the people 所以說這個政府 他要享受這個sovereign power 他說 他的那個要享受國家主權 來管理你的 這個管理 來管是在什麼地方 在citizen的身上 在citizen的身上 你citizen的身上 他透過投票 放棄了這些自己的一些自由 來選代表 選出來代表造成的建物 來幫他管 這是citizen他的概念 真正概念是這樣 你看 我們是不是很多人 全身都拿到中華民國 法國人的身份證 你看那個中華民國 給你的身份證 他上面幫你寫 你是以什麼身份證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其實國民的意思 我們過去他跟我們教的人 常常都沒有跟我們說很清楚 但是在英語裡面 他是不一樣的概念 他在說的這個national 國民的時候 他是說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a nation without regard to the more formal status of citizens or subject 他意思是說 他意思是說 有啦政府有給你保護啦 但是呢 他這個 他是沒有那種citizen的地位 他沒有citizen的地位 說比較白的就是這樣啦 美國綠卡的人 他是不是會受到美國政府的保護 是 但是美國綠卡的人 他有沒有citizen 參政權的這個權利 沒有 所以他們就是national 他們就是國民 他們被定義在國民 他不是citizen的層次 另外這種國民 在一般外國他們用的概念 就是說 他通常 尤其是指這個 one living or traveling outside that state 意思是怎樣 意思是說 我如果是 譬如說我這邊是泰國 我對這個美國人 我對美國人 我就說 他是美國的 他是美國的國民 就是national 所以國民這個意思 是在用 就是說 我這個國家 在稱呼另外一個國家的人民 他那個人叫做國民 就是那個國家的國民 他不是我這個國家的公民 這是一個對我 的稱呼 所以你為中華民國國民 想請 這個名字裡面 你是不是可以發言說 臺灣 在這裡 對中華民國 那些人民來說 他們是 臺灣的外人 對不對 他們是臺灣的外人 臺灣的外國人 是真正奔土 臺灣的這邊的外國人 所以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 如果我們可以清楚 特別再跟 中華民國跟臺灣 臺灣做會 好 我們來看 是不是很多 臺灣人很喜歡選舉 選舉 選舉的時候 他們的根據 就是一個 叫做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 他的選舉罷免法裡面 譬如說 之前在上課 不跟大家說 你去臺灣票 你要付錢給人嗎 要的 付錢給人的 法員依據 就是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 ROC這個選舉罷免法 這個選舉罷免法裡面 他就說 候選人 國家應該補貼 他競選費用 每票補貼 新台幣30元 補貼 候選人 國家會補貼 中國民國會補貼給他30元 那如果呢 他 立法委員的選舉 政黨 政黨得票率 超過5%以上的 他會補貼政黨的 競選費用 這票多少 50元 領幾檔 領四檔 領四檔 領他的任期借滿為止 領四檔 好嗎 我們來看看 這個 剛才那個標準 是他有1997年的標準 金價的標準 但是他現在有這些選票補助款 已經多久了 很久的就有了 以前有20元 那也有30元 政黨票有5元 那很久就有了 很久就有了 一直到1997年的年 他才改做政黨票50元 確定政黨票有提高到50元 那候選人的票是30元 我們來看 如果他要求7年 這個人去投票 如果他用自己的官員 的選民來講 要選的官司長嗎 是不是就要付 候選人這票30元 對不對 鄉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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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選嗎 也要選 是不是還付他30元 好 鄉頂頂 要選嗎 也是要選 不是還付他30元 啊 政黨 要選嗎 你是不是還付他30元 鄉頂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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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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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你如果都有算哦 你要花四百十块 要是不是四年算一遍 好啊 一九九七年的这个选票补助的标准 一直到两千二零一四年来这 有几个四年 差不多四个四年嘛 对不对 你乘以四啊 一千六百四十块 四年你花一千六百四十块 你会觉得说这也不太质了 稍微质了 对啊 但是我今天要做这个表给大家看 这个 你办这年收益价格多少 一千块啊 你觉得四年到一半 不用啊 我刚才说的 我们去跟他们中华民国的选业的时候 我们四年要花一千六百四十块 请问一下 还有几百的四年你还要继续去算 不知道 你还继续去算 你是不是要继续再付钱 你四年四年付 一年一周四年你都付四百十块 你要付几百 那我们办这个新闻价 怎么要继续去算 都要加钱 不用啊 加一次就好了嘛 就办这一天就好了 对啊 但是刚才说的那个 参票改变了台湾 现在的现状有改变吗 没有改变 但是办这一天的新闻价 有法度改变吗 有啊 你要看 这一天的新闻价 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 打过 饭店 有的饭店 他的 他的问搜是不是一个卡片 对不对 是不是 是不是那个卡片 对啊 把台湾的那个关注台湾的那一道门 把这支搜紙录下 是不是那个问题会打开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把入选票入到那个 入到那个问搜那个桶里面 请问 怎么会打开那个问题 没打开那个问题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知道 这条新闻价的重要性 在什么地方 来 还有一个议题 为什么两岸中国人都主张统一 刚才那三个总统 都已经说了 两岸的中国人都要统一 为什么美国都不反对 他们要统一是改变台湾的现状 是不是 不是嘛 美国有时候没听到说 只要改变 只要牵涉到 台湾片片改变现状 美国都会反对嘛 对不对 他不希望台湾片片改变现状 但是两岸中国人都要统一 而且都有保守 也在做 这件事是怎么美国都不反对 它是改变了台湾的现状吗 大家稍微读读一下 真的是改变台湾现状吗 两岸中国人去统一 有改变台湾现状吗 没有 两岸中国人去统一 其实 是他们 中国人的 愿望嘛 对不对 他们分离之后 那么多年 他们要 他们要回去 他们要回去 回去 一家和乐的种种 我们做台湾人的 我们怎么需要去把他们反对 我们去改变 这样子好像有点不人道嘛 对不对 对啊 重点就是在这里 所以 这个概念就是要让大家清楚 我们 不是 中华民国的人 刚才有说到 中华民国的国民 新闻情 刚才让证明说 他们对我们台湾人来说 他们是外国人 他们是外国人的意思 他们是外国人的意思 来 这个 文汇报 这段里面 马英雄有说到 同一是两岸的政策基点 放大后大家看一下 他在这里讲 香港文汇报里面 他那时候在表扬斯启阳 他表扬斯启阳的意思 他在说 他因为他推动了 中华民国的宪法修正案 他再说到 而且 推动宪法征修条文是因应 国家统一前的需要而修订的 确立了当局处理两岸事务的定位 你刚才有说到吗 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 虽然是修认 但是他有一个大前提在 那个大前提就是 因应国家统一前的需要 对啊 那你看 这马英雄说的 他说的就是这 对啊 我的怀疑说会被一个 这个相对比较不友善的国 的政府来给你管理 你会怀疑嘛 但是 如果你不是呢 如果你不是 如果你不是中国人呢 那你要 你要怀疑吗 你也不用怀疑 来 这是什么人 连战嘛 他 我记得他 他最重要的一句话 我印象都深刻 对 人家在 新闻记者在给他访问的时候 他说 感谢老天 我是纯总中国人 不是 有印象 有印象 对啊 他说了 两岸不是国际关系 你问政府对他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 那不是两国关系 不是 所以他有没有说错 没有 那台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不是两国关系 也还不是 因为台湾现在的地位 是被美国控制 被悬置当中 地位还没有确定 未来地位还没有确定 那时候 这是最近的新闻 他 他说 不接受一国两制 他是怎么说这句话呢 就是郁木铭那时候 他有带一班的 是他们中国人去见习近平 他就在说他们 他们要接受一国两制 当然 麦铭救他听到后 他就也是要 起来说一下 说不接受一国两制 但是呢 你不明白 这台湾人的中国人 这中国人 他说啊 一国两制没有什么不对啊 就直接跟马云角吐槽 一国两制没有什么不对啊 所以你直接就看 那些中国人住在台湾 他们都要主張 跟中国人民共和国同益 甚至要接受他们的一国两制 这样 这敢是改变台湾的现状 好 是怎么他们要这样做 是怎么他们一直要积极 就要去承认一个中国 要积极就要两岸统议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自己是流亡政府 流亡久了 总是要回家嘛 对不对 这样子他们才有归属啊 人家有归属啊 当然 这个是创应不能说的嘛 来 现在重点就来了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那把英国翻译过 他就是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在哪里 在台北啊 所以说 他的名称叫做Chinese 台北 这个Chinese 台北 他会散落在台湾的大街 小巷里面 不管你是要打球 打棒球 打哪球 甚至是说 运动会比赛代表队出力 都总要用一个名称 那些名称叫做什么 Chinese 台北 包括要去选美 可以选这个国际小姐 你也是要用Chinese 台北 你也是要用Chinese 台北 这世界小姐 世界小姐 他都要自我介绍一下嘛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看他 自我介绍 他的话是怎么说的 上次也要点这个画面 我叫Sing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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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台北 我21岁 我叫做的 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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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年 我为了 我感到很純和 习惯 我的国家 在 亚语 2013 我看 我看 这漂亮的 东西 谢谢 他第一句话说什么 他是来自于什么 陈立日台北啊 对不对 他是来自陈立日台北啊 所以说 中华民国 虽然我能叫靠靠靠声声说 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为什么他们牌处理的代表队 都没办法用ROC这个名字 在国际上在营述 一定都要用陈立日台北 包括仁川亚运啊 代表队苗青也是陈立日台北 南九也是 但是呢 这些流氓在台湾的中国人 他们要冠金 要回去跟他们的祖国统一 因为他们不想继续当一个流氓的子民 他们不想当流氓的子民 但是呢 在台湾有一批 号称自己是本土台湾人 是不是就是本土派的台湾人 但是他竟然是把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跟南做会 这个南做会的结果 会造成什么形象呢 会造成他们这些中国人想要回去 啊 腿会怎样 卿扭掉了嘛 对不对 对啊 人家要回去你再扭掉了 人家整个话要和乐融融 你再扭掉了 但是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 透过做过中华民国 流氓政府的行政委员一定好不存 他就这样说过 对哦 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或者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都是自我原谎 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但是全世界没人敢说 电话民国不是主权国家 怎样把他分析他这句话的讲话 台湾自称是主权独立国家 怎样 骗人 所以你把他对照这个 他这个是不是某种程度就是 把台湾当作主权国家 然后顺便又等于是中华民国的意思 再看 宣称中华民国是台湾 这个人 也是骗人 所以 这个说法 透过中华民国 做过中华民国的行政医的官员 一定会官员 他就跟你讲明白的 我们不是一样的 对不对 他说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没有错啊 这个跟鲍娥儿讲的有没有一样 完全一样 对不对 所以郝博春 他评论这两句话 是不是事实 是啊 是事实 但是他说 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过去曾经是 1949年以前曾经是 那现在是不是 不是 未来会不会是 不会 应该没有机会的 中华 他把他的首都搬回来 南京嘛 对啊 所以说 所以说 郝博春的公法里面 是不是确定了这件事实 没错 台湾不等于ROC 好 郝博春的这个概念 台湾不等于ROC的概念 透过一些新闻事件 其实都可以显示的出来 尤其这个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布一个 东海航空识别区 防空识别区 这识别区的时候 他们 刘盟政府的 国防部 有出来开记者会 稍微说明一下 这张就是 中国 发布他们 外的航空识别区的桌 你去看看 这张桌 给大家看一下 这张桌是这样的 东海航空识别区 但是呢 你在看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 重点 你是看 航空识别区 还是要看百尾 这张桌 你有看到 记者的基础吗 你有看到记者的基础吗 你有没有发现这条线 这条是什么线 领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 领海的基线 他们的领海的线 例如说 这条线 里面 都是中国的领土 范围就对了 那注意看 金门马祖 有没有画在里面 有没有 有哦 金门马祖 是画在里面的哦 所以你看到这张桌 那时候 你看到的重点 不是去看 他的航空识别区 你要看 他的领海 这条线是怎么画 对不对 所以 在这条线里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非常清楚 金门马祖 是谁的领土 中国的领土 是中国的领土 而且是中国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哦 来 我再来看一下 是怎么台湾和中华民国 不一样 我们看这个 刚才是不是看领海了 那是中国那边的官方的度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来看这个新闻 好来点一下 好像常常在新闻当中有看到 我们这个渔船啊 是不是没有许可啊 所以呢 闯进了什么什么的海域 这样的新闻常常听到啊 那么这个海域上面 到底是怎么样划分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的领土 包括哪些地方 这个是五天前哦 行政院所公告修正中华民国领海的基线 结果看到了 在这个 这个红色的这个点点啊 也就这个虚线的范围里面呢 是我们自己的领土 哎 奇怪了 另外一条虚线呢 这条是归于大陆的领土 结果我们看到马祖啊 金门呢怎么现在都变成了大陆的领土了呢 现在内政部长江一话表示 一年之内会进行二度的修正啊 这个领土要搞清楚 连我们自己行政院所公布的 都是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出问题 一定要把马祖跟金门给划进来 但是这个时候呢 维护台海安全的国防部 跟海巡署却互相踢鼻球 都说这个不是自己所管辖的范围 那谁来管 报告这个要只是相怨啊 报告委员没有相怨 因为所有的海巡 执法的单位都是海巡署 国防部怎么会这样讲呢 刚刚讲的 不可能啊 这个权责很清楚嘛 国防部会这样讲 国防部推给海巡署 海巡署又推出去 护踢皮球的议题 原来是行政院18号公告修正 中华民国领海基线 只有台蓬 钓鱼台 东沙和中沙等岛屿 金门马祖都没有包含在内 反倒是被对岸的中国大陆 列为内海 蓝绿立委都同批 你让我们的军人驻守在金门马祖 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样子 虚虚的感觉嘛 这种东西 国防部当机立断 非常的严正的表明我们的立场 我认为不会得罪中共 因为毕竟这是个台海的现状 你的马云九政府 已经放弃金马的领海基线 人家让中国不费一兵一卒 就直接取得金马的海域 这次话题是由内政部报草案修正 部长江一话以钓鱼台可以各自主张 所以划入我国 这和金马的情形不同 更引来炮轰 中国的政府有没有把金马列为领土的主张 就我们所知 他们是有把它列进去 因为它就在那里 钓鱼台 日本也 它也主张 中国也主张是它的领土范围 我们都把它列进去了 为什么金马 金马我们有人住在那里 那是我们主权手机的换围 我们要画钓鱼台 可能还没有人住在那里 我们要画金马跟画钓鱼台 在考量上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这两个地方都有争议 但是争议的情况又不太一样 突然修正领海基线范围 却依旧没有将金马列入 牵动政治敏感神经 这样一块赶紧补充 一年内会二度修正 把金马划入领海基线的范围 主流新闻综合报导 好啊 可爱请考 你刚好 你刚好修正 没修正 对啊 你刚才看这个新闻里面 你有发现吗 这个新闻的操作 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叫做领海基线 对不对 但是这个新闻的操作里面 它又找了两个冲突 冲突点出来让你看 那两个冲突点是什么 国防部跟海巡署 然后那两个人是不是要付 踢皮球 这个新闻的销点就会从领海基线 这件事 推到两个行政单位 在踢皮球的事 所以你就不会去注意到说 为什么领海基线是这样子来划 我们刚才是不是说的 中国是这样的 但是 中华民国 在台湾的 新闻记者 刚才开始说的时候 他说中华民国领海基线 他是不是这样说 其实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混淆了 但是他新闻上面的字 他说什么 台湾领海基线 所以说很显然的 马英九他们的政府 他们在画领海基线的时候 他们内心知道了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 金毛妈祖跟台湾是不一样的 就像江湖华在说的 虽然都有增值 但是增值的性质不一样 对不对 但新闻就不继续做下去了 新闻就不继续做下去了 为什么不一样 我们要来看看 我们受过法律的训练 我们都知道台湾澎湖 是不是透过1895年 马关条约 大清帝国大皇帝 这两个人的永久 而且完整的主权 全部割让给日本天皇 对不对 所以说江湖华 他在说的性质不一样的地方 的根源就是在这里 所以从这里来开始 你就知道台湾跟金门马祖 不太一样的性质是 是不一样的 金门马祖 为什么会跟台湾产生连结 为什么 大家不要去思考过 因为金门 你不要调到823炮战 823炮战是在1958年 但是早在1954年 甚至是中华民国 1949年12月 胡言开始撤退 他们就一直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始内战一直挑战 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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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一直带到福建浙江沿海 对不对 到最后蒋介石他们撤退到台湾来的时候 他们还占领着金门马祖 他们原有中国的领土 你知道吗 所以说金门马祖的领土归属 是对一国的 中国的 是中国的 只是说他现在的政府 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样而已 那你注意到看 是怎样 不要叫他们在台湾在执政 执政的时候 执政的时候 他画台湾的领海基建的时候 并没有把金门马祖画进去 你就要知道 他非常清楚 他这两个土地是 分属不同人所有 假设一个状况 假设他真的去修正 把金门马祖这两个土地 画到台湾的领海里面去 那请教一下 郝伯春是不是 培平 柯文哲人是 皇民后一 对不对 这句话的内容 是带着尊敬 还是带着有点看不起 有点看不起 对不对 好啊 那马英九他们这种 中国人对于日本 其实没有什么好感嘛 对不对 那他如果把金门马祖画到台湾的领海范围里面去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效果 那个效果就是 当政的流亡中华民国的中国人的马英九 把金门马祖这两个领土 免费奉送给日本天皇 那是不是很好笑 对啊 这样就很好笑嘛 所以你说他会不会去修正 不会 那不会修正 那最近一次的2012年也有讨论过 也没有修正 所以大家要知道非常清楚 所以 这两个 这两个 那两个地方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当然有的人 有的人 心来又是有种感觉 说 哇 没拆弓 823炮战 我们在剪 剪到把那两个 保留起来 那是怎么 现在要放送给人 这就是混淆嘛 在同这个新闻的案例里面 我们又看出来 他们真的跟我们不一样 哎 好看 不管去干嘛 反正一定要办美签就是了 结果现在呢 怎么搞的 中华民国的护照 拿去AIT办美签 结果被归为是中国籍 这就发生在金门人的身上啊 那么福建省金门县嘛 所以AIT就通知美国学校说 把这位小姐的户籍改为China AIT解释这是电脑系统的问题 只是福建省的金门马祖 都会直接归类中国大陆哦 就是因为护照本上的这行字 出生地福建省金门县 惹来一肚子气 一位许小姐打算赴美深造 日前到AIT办理美签的时候 因为护照上显示 属于福建省金门县 AIT的电脑系统 直接把许小姐的户籍登记成为中国 还要求美国学校方面 也得将许小姐归类为大陆籍 让人气炸 当地民众不满 立委也抱怨国籍问题 长期遭到吃豆腐 但AIT双手一摊 认为没啥不妥 如果是金门就是福建省 就是三十多年以来 有这个情况 是福建省 他们也有台湾护照 这个 没有什么改变 不好意思 福建省有出来的问题 我们已经进来做出改善 那我们还会持续来听一下 但是当然就是说 它是一个电脑技术方面的问题 外交部强调争取多次 但简单的电脑城市问题 却让金马地区民众饱受困扰 被逼着每回赴美 都得充当一次大陆籍人士 专却转成一帆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好啊 刚才我们在这里说 中华民国 没有像金马帽 尾做台湾的领海范围的里面 我们在说可能 大家都说 那你讲的 但是你看这件事情 美国 在美国的眼里面 金马祖 跟台湾澎湖 本来就不一样 啊 当然这些记者新闻里面 他还继续在混淆嘛 他把中国 叫做大陆 对不对 他把国籍 动作户籍嘛 对不对 那这个新闻 那这样做 其实 我的解读是这样 他就是不要让台湾人 去了解到 国家主权的那一个层次的事情 到底是怎么样来看待的 所以说他才会把你混淆说 国籍 等于富籍 中国 中国等于大陆 但是我们 台湾民政府的成员 我们就要用这个 这个人家的称呼 要把人家讲正确 是中国 就是中国 中国上面现在有一个 合法的政府 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在台湾这边 的这一个 号称中华民国的这一个 他是一个流亡政府 他是一个流亡政府 不可能 不可能美国在做事情 会出现 电脑技术上的问题 那用这个 这个点就可以发现 这个根本不是 不是正确的说法 那解读不过了 但是太多台湾人 都不了解国家 level的那一个层次的问题 所以 他把你扶拢一下 我们就看过了 在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因为 美国知道 金门马祖他是中国的领土 所以 他一定要对于中国的领土 要有正确的认识 要有正确的讲法 一定要正确的看待 那这样子的看待 这样子的看待的态度 其实就是符合 美国跟中国 自从上海公报以来 三个公报里面 他们所强调的 中国跟美国两国之间 互相不侵犯主权 他们要维持彼此的领土的完整性 跟他们的主款的完整 这也都是遵照 联合国宪章里面的 那个 基本概念 所以 美国如果 也像一般 台湾大众 这样 像金门马祖 这样 当自己的 在讲的时候 你想 美国会出现什么 插保 对不对 他会出现什么插保 中国那边一定会把他抗议 对不对 一定会把他抗议 来 另外 现在说美国人的看法 对不对 马英九 政府的看法 对不对 我们现在来看 中国人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国人 大家没有意见吧 没有意见 毛泽东对于金门炮战 他的看法 金门马祖 是他们中国跟台湾 连结起来的两个点 没有这两个点 台湾 就和我们中国 没有联系了 一个人不都是有两只手吗 金门马祖 就是我们中国的两只手 用来拉住台湾 不让他跑掉 所以在这里你看 他说 他说 国共内战 毛泽东 他对于内战这件事情 他是刻意的 让这两块 倒 留给蒋介石 因为留着 就会留着两只手 对不对 留给他 就等于是伸出了两只手 抓住 他也说 没有这两个点 就没有联系 所以 他们 毛泽东 他们 这个中国的领导人 他对台湾的领土地位 他有清楚吗 他非常清楚 他知道这个不是中国的领土 但是要跟他产生关系 就要找关系 对不对 找关系就是找这两块 这两块岛 让他产生连结 所以这边可以确定 台湾的领土范围 再来 好啊 这刚才都公款 对不对 都是说法 我们找 比较 强有力的证据 看看 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 是美国的国内法 对不对 美国 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 那这个法案里面 他有讲到 他里面的第十五条 在这 第十五条里面 他就有讲了 他在讲 台湾关系法里面 对于这一些名词的定义 那这些名词的定义里面 他有讲到 如果在台湾关系法里面 提到台湾 这个字的话 他有整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如果说到台湾 就是说 如果以地理地理位置来说 就是 the islands of Taiwan and the Pascadores 没有啊 我已经念了 Islands of Taiwan and the Pascadores 所以 有没有金门马祖 没有啊 这是美国国内法 台湾关系法里面 定义的 台湾 如果指的是 地理位置的话 就只有台湾跟澎湖群岛 没有金门马祖 还有就是 people on those islands 讲到自然人 就是躲在这两个滚头上面的人 所以金门马祖 他 刚才那个美签事件 美国 他把金门马祖那些人 视为中国人 有没有正确 完全正确啊 他也是遵照 汤关系法在执行啊 他如果是讲法人也可以 但是都是在这两个岛 这两个群岛上面的 或者是说指的是 这个governing authority 在这两个岛上面的 governing authority 就是 什么 台湾治理当局 我们说台湾治理当局的名词 就是为这里的 这个治理当局 他在1979年的1月1号以前 被美国承认为 ROC Republic of China 但是之后没有承认了嘛 但是之后的继任者 他的继任者 都是台湾治理当局 所以由法律文卷来看 我们又可以更确定 金门马祖跟台湾 没港国 是没港国 所以大家在 上 这就常常 我们必须要跟大家 说过 就是大家在面对法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情感上面 可能要稍微抽离一点 你要用一些比较法律的这个逻辑 和比较严谨的眼光来看待 你就比较能够看清事实 比较能够看清事实 好 再来 这个 这个 这个新闻 就是来验证 要来验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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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来说话 这个 赖清德 去中国奉猛 他在那里发表说 台湾前途由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共同决定 按国台办发言人 就出来讲几句话 他讲了这几句话里面 他有说到 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必须由包含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说这几句话和金门马祖有什么关系 因为大家都把他模糊了嘛 大家都把他模糊 把金门马祖都模糊成台湾 所以说他在讲话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会讨论 到底是真的在说什么事情 那金门马祖也是他们中国的领土嘛 那当然啊 涉及他们中国领土的 主权的完整问题 由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有没有什么错误 没有错误啊 但这句话看起来怪怪的 会发生是在这四个字啊 台湾同胞在内 台湾同胞在内 台湾同胞到底是指的台湾人吗 还是指他们中国人 他们中国人喔 这不是看着蝴蝶就开青 看着台湾就在说咱 不是啊 台湾同胞是讲他们 没有在他们中国大陆本土那些的中国人 他们跑到台湾来 那些跑到台湾来的中国人 在他们中国的原理 就是他们的台湾同胞 这个银银里面 比较比较清楚 就是说 他就是compatrials in Taiwan compatrials 那就是同胞 in Taiwan 住在台湾的他们的中国同胞 所以以这个为意思 其实就是要确定说 跟耐心的讲 你现在讲的台湾里面 有金门马祖的成分 那金门马祖的成分 不可以由你台湾2300万的人去决定 金门马祖这边的成分 要由谁来决定 中国人来决定 他这句话的解读 我们应该是要这样看 因为我们受过法理的训练 跟我们看过那么多的历史资料 我们可以判断的出来 他在讲的是什么事情 但是呢 记者新闻 看刚刚我说的 看到黑影就开清 开清就开变成这样 变成台湾前途由中国来决定 刚刚那句话里面有没有那个意思 有没有那个含义 其实没有啊 他讲的四平八文嘛 没有那个含义 但是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新闻记者就 就产生这个嘛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 记者去访问那些学院领袖啊 啊他们就就就就就听了 说啊中国全球 那台湾全球中国决定 哇大家就气貌很败的 好不好 对啊 啊最后也要请 总统府 马英纪云的总统府 来说一下 他就这样说啊 政府一向坚持 在中华民国的宪法 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是不是很熟悉 我们刚才有说到吗 你的旧纸演说里面 有没有 他都一直遵守这个啊 所以他不会离开中华民国这个体制 而且他知道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身份 所以他是这个意思啊 那在这个现法家国下 由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 来共同决定台湾的未来 给你请问一下 如果台湾正如马英九他们所讲的 透过开罗宣言 已经把台湾澎湖的领土 已经还给中华民国了 那请问一下 既然都还给你了 那为什么未来还要另外再决定呢 大家有听出他的技巧吗 如果他是不是说开罗宣言呢 他说开罗宣言啊 他说 根据开罗宣言 台湾澎湖已经归还给中华民国嘛 他如果已经归还给他 就是确定了嘛 那确定之后 为什么未来还要再决定一次 不需要啊 对不对 所以他这样讲 有显示了什么含义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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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中华民国的身份 他 他不会预约那个身份 第二个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反过来 用举个例子来讲嘛 举个例子来讲啊 这个假设他是欧巴马 欧巴马说 美国政府一向坚持在美国宪法架国下 以后佛罗里达的人民共同决定佛罗里达的未来 欧巴马会不会这样讲 不会啊 为什么 因为佛罗里达怎么样 本来就是他们的嘛 已经决定了 为什么还在决定呢 对不对 所以从这句话里面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 他们一定会谨守中华民国在台湾的那个分寸 第二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 未来的台湾未来的前途 他要交给台湾人自己来决定 所以他确定了这件事情而已 为什么马英九他这样子说法 透露了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 那从法律文件来看也可以得到证明 中华民国憲法1947年的1月1号 好 14的 你注意看他第四条 中华民国的领土依其故有疆域 非经国民大会决议不得变更之 好 我们再回到开罗宣言 他们讲开罗因为开罗宣言 然后台湾澎湖归还给中华民国 那你就想看看一下 当时台湾澎湖是不是 是不是天皇的领土 对啊 是因为吃天皇的领土 所以他才会在战争的时候 才会讲说未来要还他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啊 所以原本就不是他的嘛 那根据克洛宣言 他要把他要回来啊 对不对 好啊 那就中华民国来讲 从一个外国的国家拿了领土进来 并入他的领土 是不是领土变更 是啊 没错嘛 是不是领土变更 对啊 好 那请问你 他们国民大会 有没有曾经开过领土变更的决议 没有啊 没有 所以非常的清楚 所以从这个法律文件里面 你又可以看了知道 中华民国在台湾 他的身份 还有中华民国 他根本没有拥有台湾的领土主权 台湾朋友的领土主权 这个就是要确定 那用他们自己的法律文件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1936年五月七五提出的 那大家花个时间 把这上面的固有疆域稍微看一下 请问你 你有读到台湾跟澎湖的请举手 没有嘛 你有看到福建的请举手 有啊 都有看到啊 啊 刚才那个AIT的广文 他怎么说 金门马祖就是福建省 对不对 所以金门马祖就是福建省 那 有是福建省 那 这是他 这是三十多年以来的现象 是福建省 但是他有台湾的护照 他是这样说的 所以美国清不清楚 金门马祖属福建省 那属福建省就是属于什么 中国 所以他在那个 美签上面的那个国籍上面 才要他选中国 来 这 始政 始政四十年 日本在台湾始政四十年 台湾博览会 这时间是1935年 那你对照一下 他们的1936年 那当然不可能出现在他们的宪法草案里面嘛 对不对 因为从1895年以后 是这样的一个事实 台湾澎湖就不是中华民国 也不是中华民国 好 来 这一点 那 现状为何不能改变 美国经常在告诫 美国经常在告诫 执政的中华民国的领导人 不可以片面改变现状 那尤其是针对阿扁 是批评的非常的严重 来 美国重申 反对改变台湾现状 所以2007年 也就是阿扁他即将要卸任之前 这个时候阿扁 因为要卸任了嘛 没有 没有续任的压力了 他就开始暴冲 暴冲说 事要也没有 事要也没有 以前是说事部也没有 2007年都变事要也没有 好像是要独立啦 要主权啦 要什么 上网去查一下 都跟他自己就职演说的时候 不一样 所以他等于就是 就职演说 他是那个状态 是不是维持现状 他不会去改变他 但是到他末期的时候 他这些主张 其实就是要改变 其实就是要改变 那这边 因美国在的协位的人就说 陈总统是否履行 他在2000年与2004年 就职演说中的 事不已没有的承诺 考验他的领导能力 可信耐度和政治风范 也考验他 维持台湾和平的能力 可能引起这些承诺疑虑的谈话 是没有帮助的 美国是很反对 很反感 在这 他那个时候 2007年的12月 3月份的时候说 是药医没有 那12月份的时候 就说要入联公投 入联公投 那入联公投 这件事情 在美国的眼里面 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不是改变现状 是喔 这是改变现状 这是改变现状 那 那 他这边就说他反对 这个 这个 他的副助理国务间科庆生啊 那 为什么要反对 为什么要反对 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啊 陈水平他当选的是哪里的总统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总统 那流亡政府 这是一百 他们中华民国一百年 十月二十五号 他们在庆祝台湾光户节的场景 这个场景里面 你发现 为什么 要挂美国国旗 对 美国 他是 美国 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他们是中华民国 为什么他要挂这支旗子 我们有看过 旧金山和平条约二十三条 他是不是里面有说到 美国 他就把美国 他是主要占领全国这个地位 透过旧金山和平条约 再把它确认一次 对不对 那你注意看那个 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 他说的那个 就是主要占领全国 他叫做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你注意看这个principal principal 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主要的 或说联军里面的那个妥妥 你都可以这样解释 但是他另外有一个意思 就是他 他 是 也在委任 也在委任 那principal也在委任 也在委任 也在委任 什么人 委任中华民国蒋介石 来台湾占领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中华民国 他在台湾的身份之一 你看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所以我一直要跟你说 委任的关系 你就知道 重点是什么 我指给你 我们 我没有听过的人 那个 发行车好嘛 烧浪 结果有一边 想说到后来是不是要和解 对不对 和解是不是 有可能会去 丢个一万会去 下后解释嘛 对不对 万倍这个 苏国的董事长 他那天没那么多出席 挑戒委员会的时候 他会用什么方式去参加丢个会 委任 对不对 所以说委任 委任的意思是说 我自己 没去 我叫一个人 做我的受任人 去那儿 和解 请问一下 和解 了后的和解师 是对 我委任的人 产生拘束效果 还是对我自己 产生拘束效果 对我嘛 对我本人嘛 对我本人 产生拘束效果 委任的人 他只是代表我去 但是代表我去 他最后的合幼 是 是 是 对我本人产生拘束啊 所以说 你要说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principal 他本身其实就有这个意思 就是说 我可以委任 因为我是主要的 我就叫principal 我可以委任把人去 意思是说 美国本来要来 他在占了台湾 但是他自己没来 阿姨委任什么人来 蒋介石 阿委任的文件是什么 委任的文件是什么 1945年的10月25号之前 一般命令第一号 1945年的9月2号 麦帅 一般命令第一号 他就是委任 那就是委任 蒋介石 来台湾 代替美国来 所以 这张党 他就是说明了 那样子的法律关系 跟那时候的概念 所以 中华民国 哪怕他是要庆祝 100年的国庆 要庆祝 台湾官户 他都要遵守这个身份 所以 重点 美国跟你说 你不可以改变现状 那 其实不是叫中华民国 不要改变现状 是美国自己本身 也不能改变台湾的现状 那 不能改变台湾现状 是什么呢 因为 台湾这块土地 仍然握在美国的手里 美国本身没有拥有 台湾澎湖的领土主权 他只是因为军事占领 而产生了一个军事占领上面的 最高 临时的最高权利 那这个最高权利 终究有一天 他是要 要把他 把这个领土 要还给日本天皇 所以 他若 他若 这个 冬孙中华民国立方政府的总统 把台湾这个现状 把我们总部改过后 要请问一下 美国他要杀什么东西 行 分天皇 就好像那个时候 就是在和平条约第三条 琉球 透过就是在和平条约 琉球变成美国托管 意思是说 日本可不可以 寻使他的主权到琉球这边来 不行嘛 但是最后到1972年的一尊 美国又将 又将这个琉球 又行 对不对 他有没有去改变琉球的现状 有没有让琉球变成独立的国家 没有啊 那个是 那个主权的 还是天皇的啊 他不能去改变啊 这就是战争法里面 一个概念嘛 占领 怎么样 不可以移转主权 虽然说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在一般的这个生活上 跟这个中华民国在我们家的运作里面 你都可以看到他的痕迹啊 让他看到他的痕迹啊 所以他不会预约那个分级 所以说 对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 三个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的演讲 就职演说 都是遵照着这样的一个逻辑 对不对 没有错嘛 好 来 所以说 他刚才那个场景 跟1945年的这个场景 是不是完全一样 对不对 是不是完全一样 虽然他们是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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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他们是向台湾关护 对不对 就好像 马英九 他们说 东华民国拥有台湾的主权 就好像蒋介石说 中华民国已经拥有台湾主权 但是 他不敢预约一个分级 就是那个分级 就是美国旗 你记得 他不会预约 他是代理美国军事占领这件事 就好像我刚才在说的 去条街会 合约 我美国没出面 出你合约 我美国没出面 我叫一个人代替我去 这样 就都同样 所以他不会预约这个分级 来 好啊 所以说 我们再确认一下 中华民国在台湾 这件事 第一 1945年 十月二十五 就是我们刚才看的 那些 黑白的那些商品 这天 其实就是 军事占领 只是美国他自己没有来 他叫了蒋介石来 第二个 但是他来了之后呢 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中华民国他自己的身份 被改变了 不是台湾人帮他改变 是他他在中国本土 自己被 被内战自己被打败 改变了他自己的身份 所以今天 1949年 十月十二月十号 中华民国正式流亡来台湾 他变成他在台湾 变成一个 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 所以说 你看这个浩博春 他是不是在说 浩博春他是不是说 没有人敢说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不是主权国家 他在说的就是在说 这个时间尽情 这个时间尽情 后来 但是他变成日本政府后 他那时候在台湾 他还是持续用的中华民国的名号 一直留在台湾嘛 对不对 对 那这一准还是有很多国家 跟中华民国 还在建交 对不对 没错 但是一直来到1979年的1月1号 美国 美国 就正式的 不承认他了 不承认他是中华民国人 他变成一个叫做台湾治理当局 也就是我们头前看的 这个台湾关系法 里面 他第十五条里面 在定义的台湾的 Government Authority 就是他的变形界行为 他这个身份是不是国家 不是 他这个身份不是国家 他只是一个管理当局而已 他只有管理当局 他有authority 但是他没有territory 但是他也没有 他的population也不清楚 他根本没有得到全世界的recognition 他就是这个身份 他就是这个身份 再来 刚才说的是那个时间 我们来看看 他可以代理美国军事什么 总是要有个法律依据 我刚才在说的 我们去条街会 条街会 你本人没来 他会叫你生一天什么 委任状 对不对 委任状 那委任状就是一个什么 法律文件 平安民国 要怎么代表美国的军事什么 是因为美国发一条委任状 那委任状叫什么 一般命令第一号 麦帅一般命令第一号 这里面就讲了 北约十六度以北 印度支那 中国战区不包含满洲 和台湾澎湖的日本军 要向蒋介石大元帅投降 这一般命令第一号 关于台湾的部分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而已 好吧 他变成了王政府 是怎样可以继续留 一般命令第一号 是美国发明 那是怎样 到后来他可以继续留 那古金山合并 到底不是签了吗 古金山合并 他是不是签公 他是不是签签 后国家生效之后 又叫了日本 跟蒋介石的中华民国 签了一个台北合约 就是这些合约 让他继续留下来 就是这些合约 最后又来到这个 中美共同行业条约 让蒋介石继续留下来 然后美国又提供武力 给他继续在这边 代替美国保卫台湾 代替美国保卫台湾 中美共同防疫条约 中美共同防疫条约 一直到1979年的1月1号 他们不承认中华民国以后 在1980年的1月1号 中美共同防疫条约 就怎么样 失效了 中日台北合约 在民国被人家 踢出联合国之后 也终止了 也终止了 啊 不然 他现在怎么可以再结束呢 你的法律文件有什么 就是台湾关系法 就是台湾关系法 所以你看看 美国人他们在 处理台湾的这件事情上 他是不是都 是不是就如同外面的人说 都讲的都知道他怎么处理的啦 其实没有 都是按部就班的 都要有国制法的 一种被人家许可的手段 才能够一直到现在啊 好吧 我们都讲的 现状为什么不能被改变 为什么美国 反对阿扁 推动入联公投 因为美国认为阿扁推动的入联公投 他代表了一种 改变台湾的主权地位 那那个主权地位一旦被改变 可能就会怎么样 产生争端嘛 第一个争端在哪边 金门 马祖 对不对 中国就要跟 他就要跟你说一块了嘛 那第二个争端会产生在哪里 台湾 澎湖 那这个争端是什么人要跟你争端 美国 美国 因为他作为一个主要占领全国 他不 他占领不能遗传主权嘛 这是他自己要谨守着国际法的分纪啊 对不对 所以你来到的台湾人 要改变这个领土现状 要起来做怪 那我美国会怎么样 会制止你嘛 对不对 就好像伊拉克 那个时候被美国占领之后 他来到的人是不是都持续跟 他打游击仗在这边对抗 那美国怎么样 会跟他打啊 对不对 他为了要维持这边的稳定 他会跟他打啊 这意思是这样的嘛 所以秘书长有讲到 台独代表战争 那是谁要打你 是美国要打你啊 这个意思大家都清楚了 那像这种不合法的改变现状 会不会被承认 就是最近的例子嘛 克里米亚 他从乌克兰离开嘛 他用什么方式离开 自己去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公民要独立 然后要加入俄罗斯 那这件事情合不合法 不合法 德国总理梅克尔公不合法 那他不合的是 乌克兰宪法跟国际法 但是克里米亚 有没有举行公投 有 但是公投的结果是怎样 不被承认 对啊 不被承认 之所以他可以投 主要是因为 俄罗斯 派军队在那 派军队在那 让乌克兰自己 也不 我的实力不公 不然乌克兰怎么样 他可以 他可以制止啊 对不对 那这个 投过之后 投票之后 联罗国大会 就表决 他有一个决议文 就是这样子啊 联罗国的大会 采取以下的这个决议 要求这个 客源国不要承认 克里米亚 他的现状的改变 所以 克里米亚去投 这件事 有 世界各国有的 要求不要承认 包括现在 以美国 欧洲 他们都怎么样 在制裁谁 在制裁俄罗斯啊 这国际法上面的规则 要 要维持啊 如果没有世界就乱了 一样的道理啊 那阿伯去搞入联公投 有独立意涵的改变 领土现状的 入联公投 美国会不会制止 一定制止啊 就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这个脉络了 好吧 我们来看看 台湾的国际现状 我们刚才已经说到 知道说 台湾的领土范围 是什么台湾的民主 现在我们就来看 我们在想说 要改变现状 美国又说不行 不然我们到底 我们的现状是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清楚 我们的现状是什么 我们这后一步 我们就要知道 那个方法嘛 就好像我们刚才 屁头头是在说的 那中文字 就是解决台湾现状的一把钥匙 那你一定要认清 认清那个现状是什么 你才能够开对门啊 对不对 你只要用什么 政客的收拾去开政客的门 你只要开就开了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 那我们台湾的国际现状 现在到底是怎么样 这边有事实上 跟法律上的概念 来 1949年开始 美国中心局的文件 就显示了台湾的地位未定 未决定 因为他被军事占领 这个状态是被悬置当中 所以1949年就指台湾的地位未定 再来 1950年爆发韩战 杜鲁门总统 他发表这个声明 对韩战的这件事的声明 他就有说了 他是不是派了第七舰队 来巡防台湾海峡 对不对 其实他派第七舰队来巡防台湾海峡 一方面是 是制止 制止这个 中国那边的共产党 攻击台湾嘛 对不对 他在另外一方面是怎样 他是制止蒋介石 借着韩战的机会 要缓攻大陆 所以他派第七舰队的意思是这样 那他派第七舰队去驾驶事情 其实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解读 你要怎么想 假设中华民国他们从 占领的那一天开始 就宣称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那美国派了第七舰队来 那就 就错误了啊 对不对 变成说美国派武力侵占 中国的领土嘛 对不对 所以 就是因为那个逻辑 所以才会产生武修权 他去联合国大 联合国里面去控诉 美国武力侵略 中国武力侵略中国 大家印象有这件事吗 对啊 他的逻辑是这样子来的 他最后那件事情 武修权在美国 在联合国控诉 美国武力侵略 侵略台湾 就是侵略中国的领土 这件事情在联合国大会里面 刚好被承认 刚好被成立 没有成立啊 所以说由这你就看得出来 这件事情 就可以另外一面 可以解读得到 中华民国没有拥有台湾领土主权 没有 而且他可以派地基建队来台湾 纯粹是因为美国 就是 这个太平洋战争里面 对于日本台湾 主要占领全国 也是一个军事 军事占领国 有这里又看得出来 他派地基建队之后 他又有说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future status of the FOMOSA must await the restoration of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或者是 a peace settlement with Japan 或者 consideration by the United Nations 他说啊 对我们说啊 台湾未来 1950年喔 台湾未来的这个地方 第一 要透过太平洋地区 安全的稳定了 跟对日的和平和平协约 和平的处理 或者是经由联合国的考虑 才能够去决定 台湾的未来 台湾的未来 所以说 人家说台湾地位未定论 就是从这边开始啊 其实也不是说从这边开始的 从我们被占领的那一天就开始了 来 来 英国代理外相 Kenneth Younger 1950年七月二十六 顺这个赌鲁门 他的委员后 他也发表啊 他发表的目的是因为 他们已经 英国已经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正式承认 正式承认 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人民政府 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意思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已经没有办法代表中华 没有办法代表中国了 他后代他又说到 福尔摩沙 是法律上 福尔摩沙在法律上 仍然是日本 日本的领土 仍然是日本 日本的领土 仍然是日本的领土 所以在 那个时候 1950年的时候 台湾是日本的领土 这件事情是没有错误的 但是呢 因为 日本国的行使主权在台湾 那个时候 在台湾上面 在台湾上面 有没有福尔摩沙的政府 没有 所以他才会讲 There is no government of Formosa as such 但是你有感觉奇怪吗 1950年 台湾有一个中国民国政府吗 他不是给我们改新婚了吗 1946年1月4号 给我们改新婚了 新婚情婚了吗 那是怎样 台湾那个中国民国政府 英国人民说 没有福尔摩沙的政府吗 对不对 所以说国家中 世界各国 这种国家 他们在看是很正确的啊 只是 台湾人不清楚而已啊 再来 1951年 麦克阿瑟 是 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 麦克阿瑟将军 他去国会做听证会的时候 他有说啊 1951年 还没签就这三合并条约 5月5号 他说啊 法律上 法律上 福尔摩沙 仍然是 part of the empire of Japan 法律上 在1951年 法律上 台湾仍然是 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啊 所以 台湾是不是 天皇的领土 是啊 比如说啊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 日俗 美战 日俗 就是这个意思啊 来 台湾 人民国 外交部 部长 夜公超 1950年 4月28号 签完 旧金山和平条约之后 签中日合约的代表 中日合约的代表 他签了 他等于他的立法委员改税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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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金山和平条约 没有规定 把台湾澎湖 归还给中国 够清楚了嘛 所以 台湾 跟澎湖 根本不是中国的领土 也不是 不是因为战争之后 就还给他了 立法委员就来说啊 不是我们的 但是 我们现在站在他的土地上面呢 对不对 他就这样说啊 不然你看看他的地位 是什么 他就说 事实上 这两个地方 由中华民国控制 但是 微妙的国际情势 使得他不属于我们 微妙的国际情势 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啦 结果啦 他不属于我们啦 有清楚吗 非常清楚啊 而且在现在的情形下 已经签中日合约了 日本没有全力把台湾澎湖 转移给我们 为什么 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 所以二条米 日本怎样 放弃嘛 台湾的right title跟claim 啊 我就落在那里没有东西 我还有一东西给你吗 没办法嘛 所以他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日本有益 他也不能接受 这句话在说什么 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 规定日本 你如果要跟白人签 双边 双边的那个条约的时候 你如果有比超越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好处的 你要适用所有的国家 那日本会不会这样做 不会啦 他就没东西了 也不可能这样做嘛 是这样 来 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 杜勒斯在1954年的11月 在参议院里面 他有说过这句话啊 福尔摩沙和这个澎湖 他的主权 从来 has never been settled 没有被决定 1954年11月 已经 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签了 他签了结果他这样说 福尔摩沙和澎湖的主管 没有被决定 所以还握在谁的手上 握在美国的手上 军事占领者的手上 为什么没有决定 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 他只是叫日本放弃 write title to this island 而且在中日台北合约里面 只是确定旧金山和平条约 日本放弃台湾的write title 跟他claim这件事情而已 中日合约有没有把台北合约有没有把台湾澎湖 给中华民国 没有嘛 因为夜公钞 刚才自己就说了嘛 所以杜勒斯他这样讲 就是这个事实都完全一样 不管任何人在讲都完全一样 好过来 1954年美国和中华民国签一个中美共同防疫条约 他这里面 他有写 写一个说领土和领域 他说的 这个条约里面有写到 在中华民国这一边 讲到领土领域的话 是指台湾跟澎湖 有没有金本马祖 没有 那在美国这边讲的领土跟领域呢 要防卫的领土领域是哪边 西太平洋 美国管辖的主导 他说的 西太平洋 美国管辖主导 有没有包含台湾澎湖 有啊 有没有包含金本马祖 没有 对不对 没有啊 所以他这个意思 但是他这个中美共同防疫条约 要去 要去 要去批准的时候 因为国会里面 这个附带一句说 虽然里面有讲领域跟 领土跟领域的范围 虽然是美国跟中华民国签的 条约 但是虽然这样签 但是没有 没有 没有影射说 台湾澎湖的地位 已经因为这个条约 而有改变 而有改变他的 他的他的 他的状态 他不说 他特别把这一点 加到那个条约里面去 所以他要确定这一点 不因为 这样 台湾澎湖 变定外偏国 他是这个意思 英国 1955年 他的下一院也在说 半个世纪以来 台湾澎湖不是中国的 不是中国的 法国总统庞弊度 1964年 他在说平 就现在和平条约 福尔摩杀 也就是台湾 was detached from japan but it was not attached to anyone 就是这样和平条约 让台湾跟日本 没有聚集合 但是 现在和平条约 有没有让台湾跟白人合作会 没有 法国总统 他也是这样说 他都非常清楚 联合国 里面 开大会 英国的代表 他说 台湾的问题 讨论很多了 众所周知的是 最重要的是 台湾领土主权没有决定 尚未决定 1966年 因此 联合国里面 要代表台湾的问题 没有结论 为什么 台湾人 没有政府 没有主权 所以你不可能 派一个政府代表去参加联合国 所以说 这个公园 你就知道 阿平去 要去入联公投 或是说他要 他要申请加入联合国 会不会通过 不会通过 因为你中华民国 不是台湾人的政府 刚才我们说的 这台湾的地位 跟所有的 这些台湾的历史 产生的这些结果 全部都显示在 秘书长去告 美国政府的这件事情里面 这些是高院 高院的这个 这个树状里面的封面 这里面是高院的案号 这是地院 就是一省地院的案号 那这个高院的判决委里面 他有引用 一省法官 Brown也说 他说 他说 美国跟中国 过去六十年来 混乱的关系 导致了台湾的居民 陷入了一个政治的炼狱 政治炼狱 政治炼狱 他在说 台湾的地位没有确定 因为没有确定 所以怎么样 没有办法得到 全世界各国 普遍而一致性的承认 对不对 Without Uniformly recognize the government 所以没有被人家 普遍一致性的承认的政府 所以台湾有政府没有 没政府 好啊 我们时间到了 他先报告我 谢谢 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 谢谢张老师 谢谢 好 谢谢你们 看到我 应该是要考试的时间了